Hi 大家好 我是罗宾 最近一直有一件事一直困惑着我 就是关于使用手机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戴口罩 戴口罩也会用手机 像我的这款手机 它就没有那个Home键 因为Home键是从iPhone X那一代 苹果iPhone X那一代就已经取消了这个Home键 也有指纹解锁 所以暗空10以后的手机全部就是面容解锁 是这种解准方式 但是我们戴上口罩以后就 戴上口罩以后就失效了 准备写不开 需要密码 特别的头痛 不然每次都需要把那个口罩要拿下来 然后再来识别 对不对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戴口罩 也能解锁面容ID的iPhone手机的方法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口罩 这个口罩把它对折 这样打开 正常的一种使用方式 最好不要它有皱褶 然后戴上一边耳朵 遮挡半边脸 像这样遮挡半边脸 然后鼻子露出来一点点 好 我们再进入手机 选择面容ID与密码 设置替换外貌或者是重设面容ID都可以 就是添加你第二个面容ID的方法 做到这一步我们就开始点击开始使用 对识别出来了 如果识别不出来 我们可以把鼻子再露多一点点 好 我们开始让识别出来 好 面容ID 面容ID手势扫描完成 好 我们再继续选择第二步的时候 就把口罩拿下来 我们再来识别一次 好 扫描 面容第二次完成 点击继续 好了 我们再试一下这方式怎么样 戴上口罩 好 随便一下 解锁了 成功了 对吧 好我们再换一个口罩试一下 或者再试一试吧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预备 看着镜头 预备 解锁了 推上去 是吧 好 我们再换一个口罩试一下 像这样的 颜色也不一样 口罩也不一样 试别一下 试别一下 解锁了 对不对 成功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了 这个方法真的挺好的 所以就记住第一点 第一次面容扫描ID的时候 戴口罩 遮住半边脸 然后识别 如果识别不出来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鼻子和距离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次设置面容ID的时候 就不用戴口罩 就正常的识别 就OK了 通过这个简单的设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和正常 没有戴口罩一样的 去识别我们的手机面容ID 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好 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来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博冰 拜拜